是國際版海報 也是今天全球 五 四 三 二 一 導演 導演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 這個很有意義的一個過程 他的姿勢 來 我們會請彭玉燕 來完成這兩處留白 好 那導演完成這個紅字 也是寓意票房長紅 票房大半 對 還有一塊就是 這個黃飛鴻的飛字 也寓意飛黃騰達 我們請兩位在這個海報前 一起來拍一張合影 這個大俠 這也是 我拿到這個劇本先看 那時候是還沒有黃飛鴻三個字 我看很棒的一個劇本 非常新 非常有挑戰性 有很多大量的動作 武打 武術 是我從來沒學過的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體驗一次 可能會很辛苦 覺得很棒 因為男孩子嘛 就想要去嘗試 功夫 武術這種東西 然後後來在看第二個版本的時候 看到最後有黃飛鴻三個字 我想說 是不是我看錯了 畫的意境 但是好像還缺一點什麼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今天特別是 那時候我們在海外念書的時候 特別 對我們來講 那個是特別感動 就是有一個屬於我們的東西 然後站出來給外國人看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驕傲 就 甚至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每個人都會說 像成龍大哥 Jet Li 你有沒有看過他嗎 Bruce Li 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就說 對我們就是 從小也是受這種熏陶長大 其實一點都不會 所以那時候就 對這個 大家想說 是新的這個動作的英雄 我覺得是一個 甚至卓越是一個民族英雄 所以當然我的壓力特別大 好 請大家抓緊時間拍手 這邊 好 好